对DFLT啊 然后的话Default约束的话 我们说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给它传递值的话 它是不是默认情况下我们列里边是不是就有一个数据啊 对吧 我们说啊默认约束的话 我们说是Default啊 我们直接来看例子 我们举例来说明啊 Default的一个用法啊 也就是说你看我们说是创建一个我们的啊 Person表啊 或者你Person1也行啊 Person表然后或者说包含我们以下的列啊 然后的话人家一个要求是干什么呀 是把我们的年龄改为我们的18啊 也就是说年龄默认情况下为18岁啊 我们首先的话我们说是Cred table对吧 我这就一个叫一个1啊 咱也给它加一个1得了啊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Person1对吧 Person1的话括号括起来 首先的话我们说是给了一个Name对吧 Name的话我们说Watcher是然后让它是不为空 然后给它一个ID这个的话我们说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对吧 我们说Number然后的话是给它长度是10 然后还有一个是Sex然后它的一个性别对吧 最后的话我们说是Age它的年龄 你看我们说这个你看Default的用法是是不是就是直接你看 我们说是Age然后Number然后写上我们的Default 再给它我们默认的一个值啊 默认的一个值这是Default啊Default一个用法就比较简单直接写上Default后边写上一个默认的值 如果你看啊你在这比如说是Watcher行的话我们说你默认的值的话用什么给引起来啊 对单引号啊用单引号给引起来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Default啊Default的一个用法啊 直接在我们的数据类型后方写上我们的Default啊写上我们的Default 然后的话给它一个值啊给它一个值 其他就把这一列啊这这不是这一行给记下来就行了啊 把这一行记下来前面倒不用去记它不用去记它 就记这一列啊这一行或这一行不用说这一列 然后呢你看啊在这的话我们说对已经存在的表再去添加默认约数的时候啊 默认约数是学大家去注意一个情况啊 它的一个语法格式又改了你看又又用到哪个关键词啊 对Modify了啊Modify了这个不是用那个AdConstrate了啊 这个是我们的Modify也就是说我们的Auto我们的Table对吧 然后我们的Pars1这个表对吧修改我们Pars1这个表修改这个表干什么呢 我们说是Modify然后给我们这个Sax这个列 我们说是Default我们说给它添加一个我们的默认约数 让它为我们的男也就是说我如果不写值的情况下啊 我默认情况下就给它一个男 然后大家写完的话我们来创建一下这个表啊 创建一下这个表 我们说是我先在这写吧 我还给它粘进去啊给粘进去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给它一个什么呀 我们说是Creator对吧 Creator Table我们说这个是哪个表来着呀 对Pars1对吧 Pars1这个表 Pars1这个表的话我们说第一列我们说是不是它的Name呀 对吧我们说Name给它一个Watcher啊 Watcher一个10行给它一个10啊 然后的话我们说NotNow行不为空啊 Not我们的No 然后的话我们说第二列的话我们说是我们的ID是什么证号啊 对吧 什么证号的话我们说是一个呃也给它一个Watcher得了啊 Watcher我们的二然后给它一个10也给它一个10 然后的话我们说 你如果想 我在这 我说给它设置个主件行不行啊 是不是也可以啊 对吧 我们说P-I-M-A-R-Y-R 我给它设置一个primary kit设置主件 然后的话我们说 是不是还有我们的Sexy 我们的叫什么S-E-X 这个是我们的性别 对吧 性别的话也给它一个watcher类型的啊 watcher类型的话 我们说给它一个10 也都给它一成10啊 然后的话我们说 是不是还有一个谁啊 是不是我们的年龄 对吧 年龄的话我们说 也给它一个watcher啊 我们的V-A-R-C-H-A-R 对吧 C-H-A-R-R 然后的话给它一个10 你看这个是我说 我要给它限制我们的 给它一个默认约水 就算年龄默认是多少啊 是不是18 我们说是不是default D-E-F-A-U-L-T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 这个是不是要单约号引起来啊 是不是我们的18 对吧 18 你看咱前面是定义字符型 所以说在这啊 只要前面是 不管出现什么情况 只要前面指定的是 字符串类型的 我们说都要用单约号 把它给引起来啊 除非我这写一个什么 是不是写个number 对吧 给直接给它18 然后走 哎呀我这是不是少了分号啊 对吧 然后走 C-C 然后的话我们说来粘贴一下啊 粘贴 走 然后的话回撤 干什么啊 是不是表已经创建了啊 对吧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默认约束的时候一个写法 然后的话我们说啊 呃我们说是不是还可以去修改它啊 比如说这个时候Sex的话 我看默认情况下是一个难 咱来勾改修改一下行吧 我们说是 Altr我们的 Table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 Person 对吧 P-O-R-S-E P-O-R-S-E-O-E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 Person1是 是Modify 对吧 M-O-D-I-F-Y 对吧 D-I-F-Y 然后的话是 是不是Sex啊 对吧 然后干什么呀 是不是Default D-E-F-A-U-R-T 我们说默认情况下是谁呀 是不是难呀 对吧 然后走 你看干什么 是不是表已经更改了呀 对吧 这是我们所说啊 Default的一个用法啊 大家把这个啊 去敲一下啊 去敲一下